全油管最快新闻,武汉卫星光谷星月广场近期突然大幅降价,引发多位业主维权。 该项目原销售均价在2万元每平方米左右,现已降至1.3万至1.6万元每平方米。 业主表示已有数十万元损失,对开发商提出的补偿方案不满。 类似降价现象在其他城市也出现过,但处理方式不一。 市场专家认为,房企降价是去库存的手段,但需注意老业主的反弹和市场扰乱。 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和制定政策,提供金融和购房方面的支持,以适应市场需求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